好 今天我们看看如何在Skoolergy里面 是做一个online的assessment 一个网上评估的工具 除了传统Chris之外 其实他现在新加了一个assessment的工具 Chris好像收起来的 但是现在assessment似乎更加全面 我们在这里add material就选add assessment 好 进来了 你打一个名字 你可以打20-21 就是online practice paper 电脑form Due date就是什么时候 节纸交 但是这个submission 这个setting是不错的 除了直接enable之外 你还可以schedule enable的时间 enable from 这个quiz或者online paper 什么时候有效呢 你可以from 比如举例 2021年 1月4日 回来早上9点钟 考 考到1月4日的9点半 假设每个钟 设计 设计 到时就自动会生效的 学生登附 就会做得到那份卷 不错的 安走无忧 不用那么麻烦 到时才要记住要开 那个quiz Due date 这个就是 你有submission Due date 就变成了 你怎么说这么大意思 另外password 大家要不需要set 如果set了password 有密码的人才能进去 再多层保障 就是make sure 你的学生才能进去做 category 你可以选择assessment 其他都没有特别可以set 在这里 create 好 跟着instruction 可以打你自己给一些什么 指示给学生 这些字比较小一点 我们把它放大 再放大一点 好 assessment 有没有时限 通常有啦 比如减三十分钟 比如这份卷考半个钟 30分钟 好 用不洗牌 这个是一个重要决定 那我就建议 如果这些题目 是没有一个特定的次序 又不是连贯性那么强的 将它洗牌 就是大大减多学生 通水或者作为的机会 或者增加它通水的成本 这样的 特别的 如果mc多 你洗牌之后 就很安全的 譬如你有20题mc 那如果你这里 你洗牌 就会有20个 我们数学上 叫factorial 即20乘19乘18乘17 乘3乘2乘1 那么多个排列次序的 题目的组合 每个学生开出来的份卷都不同 那他要通水 哪题答案是a、c 就难度高很多 因为找出来 是挺有困难的 题目数目越多 你的题目次序要洗牌 就会越安全的 那这个选择分钟 是更重要 将mc答案来洗牌 mc答案只有4个 那你洗牌洗极 就只有 数学上叫4的factorial 这么多的排列次序 4乘3乘2乘1 只有24个组合而已 那如果认回哪个是正的答案 其实不是那么难的 这个呢 这个呢 建议是take yes 除非你有些连续性的mc 那就可能要想一想 另一个方法 可能要设计另一个quiz 就是不用牌的 分开它 那另外 另外就是说不说分数 那通常都会告诉我 每题的分数 这个正常来说 都会take yes 好了 这里呢 接着这些工具 assessment toolbar 就是说 传统网上做考评 因为在screen上做 没有纸笔 可以画啊 写啊 那些方面的 因为呢 基本上是read only 所以这里呢 这个assessment的工具 就提高一些功能 让你好像做一些纸笔 上面做卷的功能性 在这里 例如可不可以 flag一条问题 遲些呢 再review的时候 再check 哪一条自己不懂 就flag了它 flag了它 那么它有这个工具 就不错的 因为呢 譬如你有4天提mc 那几题不懂的嘛 那现在网上呢 它有个工具 让你flag了它 就是tick了它 那到最后review的时候呢 可以看回flag那几题呢 方便到学生 做那些 他认为不懂的题目 那另外 student can eliminate answer choices 那通常都会take no的了 好 那学生可不可以用计数机 那这里都有内置计数机的 basic 或者scientific的计数机 看看你 那个学科 那份计算是否需要 那有间赤的 那有间赤的 如果你有些图呢 要它对位 那样 那有间赤是方便一点的 那些图呢 在网上的screen 那他就 你弄了一把虚拟间赤给他做 都是他当的选择 那样 那还可以弄了两角器 那样 有一个protractor 可以set 两角器呢 给他用 可不可以highlight text 那样 给他highlight一些文字 题目里面的文字 那这个对他做那份子本的卷 都是有帮助建立一个良好习惯的 因为呢 平时我们叫学生做题目 那都是叫highlight 用凝国笔 用红笔 颜色笔 highlight那些 重要字眼的嘛 那些key words 那网上造卷呢 都可以给他这样做的 highlight text 建立一个 就是做assessment paper的一个习惯 那可不可以用那个记事本 打下一些重点 你都可以take yes 这个都是视乎你的需要 那样 好 那接着呢 到student setting了 那这里给他做多少次呢 那这里呢 你可以选择一至二十次不等的 就是网上如果是做考试 做测验呢 通常呢都会只是给他做 或者交一次 就是不是做的 交一次 就是等他慎重一点才按 订阅键 那这里有风险的 例如他的网络如果不稳定 那他在交的那个程里面呢 就是网络断线呢 那这一次呢 就有些少 有机会有问题的 特别是学生如果那边的 那个network 不是那么stable 那你可以选择两次啦 给他交两次 但是交两次呢 有两个问题的 那你继续最高分那次 还是继续最后交那次的分数呢 那这里呢 以后都要考量了 那这里我就建议一交一次 不过就看一下 学校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学生看不看到答案呢 有了交拳之后 那如果真的考试 或者是实验呢 就答No 那如果平时那些 你可以订阅的 那yes呢 他会知道哪题是对哪题是错的 那yes with correct answer 他错那题呢 他会知道对的答案 那所以呢 如果是考试呢 那我这里会 take no 那就可以按 Save了 好 那这里呢 set up 就搞定了 那接着也可以加题目了 Add questions 那这里有很多种不同的题型 那这个有MC True or False Matching Ordering Thread the blank 或者Short answer Essay 接着我们都会 就是分别用不同的影片 介绍这些每一种的题型 那还可以交声音和影片都可以的 Scrology 可以直接在网上录音 或者拍片 交一条片 给老师都还可以的 那可能呢 要来考那些oral啊 或者speaking啊 就是呢 语文科可能是有用的一个工具来的 好 我们暂时讲的set up 先讲到这里 好 拜拜